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到底有用没用 孟子大概是最没用的一个 反正好吃好喝 把它敷衍过去也就是了 买卖不成人一在嘛 而站在儒家的角度 孟子的亮相值得浓墨重彩 因为这实在太有象征意义了 孟子名科字有可能是子鱼或者子车 邹国人 邹国是鲁国旁边的一个小国 他和作为孔子出生地的鲁国邹义读音相同 地理相继 所以古人呢经常搞混 邹国位于今天的山东邹城 当地呢还保留着孟府孟庙气度恢弘 史记有一篇孟子寻清列传 对孟子的生平有一段很简略的记载 但自这通鉴这一次 竟然撇下史记 直接从孟子本人的著作取材 孟子周游列国一辈子 备受大国诸侯的礼遇 又有无数弟子前呼后拥 如果他仅仅追逐名利的话 可以说早早的就达到了人生巅峰 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只要思想主张都受不出去 那么无论怎么名利双收都不痛快 到了满年 孟子对世界已经失望透顶 气横横的停止了奔波 和弟子们一道著书历说 期待自己的理想能够在后世 密得之音发扬光大 我们看先秦知识精英的各种著作方式 有孔子那种数而不做的 一部论语 这是弟子和再传弟子们 来源分杂的课堂笔记汇编 也有老子那种神秘莫测 著作权完全没法确定归属的 还有庄子莫子和商君书 那种被学派当中的后人们不断增补 很难搞清楚哪个人该对哪些内容负责的 只有孟子这部书堪称一股清流 著作权相当明细 就是孟科在弟子们的协助下 在自己生前就完搞的 如果拿来和论语相比 我们会发现孟子特别好读 论语的内容很像拍照 三言两语截取一个小场景 经常眉头眉眉 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语境 帮助我们准确理解那三言两语的真实含义 而孟子经常长篇大论 前后有连贯 首尾有呼应 正是因为内容太连贯了 所以对孟子下过大功夫的朱熹 总觉得这部书是孟科一个人写下来的 就算偶尔有弟子的手笔 孟科本人也一定亲自审定过 孟子全书一共七篇 第一篇的题目叫梁慧王 梁慧王就是魏慧王 因为千读大梁 所以常被称为梁慧王 题目并没有特殊含义 只是摘引正文开头的词汇 给篇章做个标记而已 不过这一章的开篇的好几段内容 都是孟子和魏慧王的对话 资质通鉴首先拆选的就是孟子开篇第一段的内容 这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孟子的写作是有系统性的 第一段开宗名义 表达出了孟子的全部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也讲出了孟子这道东西 为什么会在时代面前屡屡碰壁 魏慧王一见孟子当头一句话就特为有名 先看原文 走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以利无国户 魏慧王显然认为 孟子之所以大老远的跑到魏国 肯定准备好了一套对魏国有利的政治改革方案 总不可能是来找自己聊心天的吧 这个想法当然没错 毕竟战国游士东奔西跑一贯都是这种模式 接下来如果孟子可以好好说话的话 回答应该是这样的 没错 我想来帮你们卫国实施政治改革 全面实现儒家的人正主张 进而把仁爱的光芒洒向世界 不过在那个时代好好说话不是主流 大家追求的都是先生夺人 劈头一句话就得涉人心魄 一下子夺取话语的主动权 很像后来禅宗的棒喝 向邹记用弹琴的道理折服齐威王 就是特别典型的成功案例 孟子虽然在思想主张上有点迂腐 但在话术上一点都不迂腐 明明觉得卫会王的话没错 但自己偏要反着说 先给卫会王来个下马妹 我们来看原文 君何必约利 仁义而已 意思是说啊 卫会王既然开口就谈利益 政治不正确 国君不该谈利益 只该谈仁义 孟子并不否定利益 也不是把仁义和利益对立起来 只不过在他看来 仁义和利益必须摆清赎先赎后的关系 仁义必须优先 只要有了仁义 利益呢自然就会随之而来 但利益只应该是仁义的副产品 而不能优先于仁义 否则利益和仁义都保不住 这个问题很有现代性 如果用现代概念表述的话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 谈公平并不否定效率 谈效率也并不否定公平 理想的社会 当然既能保障公平 又能保障效率 但这两个指标 没法并重 必须确定先后次序 效率优先的逻辑是 赶紧把蛋糕做大 以后就算分蛋糕 分的不公平 但因为蛋糕呢 大了好多 所以哪怕是分到最小份额的人 其实也分到了不少 在很大程度上赶上了生活 这个呢就好比一百块钱 十个人来分 最平均的分配方式是 每人十元 最不平均的分配方式是 某人独得一百元 其他九个人纷纷没有 但如果效率优先 迅速把这一百元 变成一百万元 那么就算某人独得九十九万元 其他九个人 平均每人呢 也能分到一千多 大大超出了 原先所能分到的最大数额 一百元 公平优先的逻辑是 以物质生活的绝对值而言 今天的一个普通职工 也能超过古代的帝王将相 但前者的幸福感 大概率上远不如后者 道理在于 人的经济追求其实在很大程度 并不取决于绝对值 而取决于相对值 或者说取决于自己的经济水平 可以把自己置身社会位阶的哪个位置 我能不能每个月多赚一百元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是不是比我的同学 同事 亲戚 每个月多赚一百元 而且社会越公平 就越能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 这样的话 根本不必去刻意追求效率 效率自然就会突飞猛进 双方的道理都不难懂 但问题是 时间的紧迫性是一个 必须被考虑进去的指标 顾本培元固然是人间正道 但投入大 尽小慢 病人可能熬不到见效的那天就死掉了 魏国面临的正是这种局面 就算明知道急功近利 后患无穷 但迫于火烧眉毛的国际形势 只能先解决了燃眉之急再说 就算是饮阵止渴 也只能先止了渴 再考虑怎么解读 所以 真不能管魏惠王 例子当头 至于孟子的反对意见 并不真是反对魏惠王 追求国家利益 而是警告魏惠王 不能把利益当成公开追求的目标 孟子的逻辑是 如果国君一味追求国家利益 那么上行下效之下 高级贵族就会一味追求家族利益 低级贵族和普通百姓 就会一味追求个人利益 如果人人都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话 那么国家也就没法维系了 但如果国君不求利益 而是倡导人意的话 利益反而会 不求而自治 因为当国民都有了人意的觉悟之后 自然会把君父放在第一位的 自治通见的原文里 孟子的结论是 为有人而宜其亲者 为有一而后其君者也 这两句话经常被理解成平行关系的两句话 但他们很可能属于户门的修辞方式 如果变成正常女婿的话 就是未有人意而宜其君亲者 后其君亲者也 君和亲是一回事 因为在儒家政治结构当中 国君首先是全国人民的大家长 其次才是政治领袖 但是问题来了 自治通见的这段内容是从孟子抄过来的 而在孟子原文里 孟科老先生对卫会王劈头盖脸的那句回答是 王何必约历 自治通见的版本却是 君何必约历 王改成了君 以此之差 貌似小小不言 但司马光 何必去改这一个字呢 到中午 这边 这边 表面